好 谢谢凡 其实这个凉杆衣如果不小心的话 就会变成所谓的热杆衣了 因为它的材质其实呢 预热就会更热 我们就来看一下 它是用什么材质做成的呢 其实它的原理是在衣服纤维内 添加了矿石粉和玉石粉 这些全非为了让它预冷则冷 但是呢相对而言 预热也会热得更快 所以凉杆衣预热会上升 在艳阳下的话 是并没有这个变凉的效果的 反而会让你全身热乎乎的 天气怎么这么热 好晒哦 天气实在是好热哦 那像这种市面上号称 能够吸湿排汗的凉杆衣 真的有这么神奇吗 摊开凉杆衣透过阳光 仔细看纤维中闪闪发亮的 就是业者宣称能够快速散热 降温的成分 但消费者根本搞不清楚 有没有效 还有专家表示 凉杆衣竟然越冷则冷 越热还会更热 记着时机穿上凉杆衣 我们来看看现在的温度是 可以看到温度是37.6度 而另外没有穿凉杆衣的呢 温度是37度 究竟会不会如专家所说的 越热更热呢 我们来实际实验看看 可以看到记者现在是 已经跑得满头大汗了 那究竟穿凉杆衣的温度是多少呢 可以看到温度是32度 而另外没有穿凉杆衣的呢 温度是31.2度 怎么会穿的凉杆衣温度还比较高呢 原来凉杆衣的原理是在纤维中 添加了矿石粉和玉石粉 因为比热小与环境的温度产生平衡后 进了冷气房就能达到降温的效果 但也因为这样在室外反而热得更快 经过实测证实 凉杆衣确实无法在艳阳下达到降温的效果 但民众还是可以把握 遇冷则冷的特性 看看这件放在冷气房的凉杆衣 22.2度 右边这件一般棉质T恤24度 温差就有1.8度 穿上它在冷气房里 则可调高空调温度1到2度 不仅能够节省电费 还能达到节能减碳的效果 中天新闻梁家文章新宜 高雄报道